沙巴警方倒破一个开锁党 起货总值77万令吉贼赃 沙巴警察总监拿督南丽丁 星期一召开记者会 透露警方7月4号午夜和凌晨时分展开突击 逮捕了11名开锁党党员 他们能如同电影情节般 拿着几把万能钥匙 轻轻松松打开门入屋偷窃 开锁党4名男成员和7名女党羽 年龄介于21到40岁 他们从2月开始在亚币四处破门行窃 除了擅长开锁 汽车门锁也难不倒他们 这两辆轿车也是贼赃之一